由淘宝店铺韭菜实验室零食 和B站小伙伴们的支持 联合赞助播出 为了拍这个视频 我们办公室整整臭了三天 哈喽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这里是韭菜实验室 我是杨阳 又到一年末 网红速食排行榜 大家都有看到吗 螺蛳粉排名第一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大家最喜欢设的螺蛳粉 是什么品牌呢 可以把品牌打在弹幕上 不想当韭菜 踩坑 我们来 这期就来搞一个螺蛳粉大比拼 先声明 这期视频绝对绝对绝对不喊广告 喊广告我就 螺蛳粉广告都记得了 还好意思讲 Lady go 一号全手 国际代品牌孔德基 经营推出的开封菜螺蛳粉 二号全手 淘宝顶年销让第一的 李子柒螺蛳粉 三号全手 人气产品 网友最好选 品牌好欢螺 四号全手 明星加持 带货一姐 威亚推荐的 罗霸王 五号全手 与你子柒同一个 带过程的 柳江人家 首先呢 是小料对比 这五款螺蛳粉中 就只有罗霸王 是多了两颗鸩唇蛋的 其他小料都实样的 好了 小料对比看完之后呢 我们为了探寻 一碗螺蛳粉 真正的精髓到的是什么 我们特地咨询了来自广西 螺蛳粉发源地的小猪 一碗好的螺蛳粉呢 首先要有灵魂的汤料 酸笋 要富足 而好的酸笋 要骨色 有酸味 富足要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测评一下 他们的酸笋 到底怎么样 据说啊 一包酸笋 就是一碗好多螺蛳粉的灵魂 喂 你们搞什么 好臭哦 测评螺蛳粉 不好意思啊 你这帕斯带测评大 别这么臭 有这么大 有没有素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下次 下次我叫误管啊 哦 经过我们的实际品尝 柳江人家的酸笋 就很怪 又甜 又色 又没味儿 像是用了很多次的酸水 泡出来的 螺蛳王的酸笋 就好很多 闻着和吃着都很够味儿 腐竹也很香 而你仔细的腐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开蛋放了几分钟 又油又软 虽然分量大 但并不好吃 还有肯德基 木耳包味道很咸 而且又黏又软 口感又很糟糕 但小料 终究只是配菜 不能代表最终的味道 还是得把整体煮了 再尝尝味儿 2,000年之后 干饭了 干饭了 快点快 干饭了 我烟大学 今天真棒 他们都有鸟丸 嗯 那我就怎么操 诶 吃个韭菜实验室的零食嘛 对 不是不可以哈 你们要直接打分哈 在我们心目中排名第一的是好欢罗 小料和汤料味道都比较浓 很有味 而且也有螺丝肉 辣味也很足 很香 很爽 小猪也觉得 这是最尊重的一款 不能吃辣的朋友 要记得少放一点辣 不过 好花螺的腐竹和花生 总共就只有一包 看着没有别的牌子多 老感觉腐竹它吃不爽 而肯德基的排名第二 其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很以为它顶多就在 几个线左右 结果意外的很好吃 汤底里也有螺丝肉 辣椒是那种畅辣畅辣的辣种 喝汤还是能喝到一点的东西 酸味是有被击食到的 而且它的粉是那种细粉 同样时间会煮得更软一点 总体就是作为螺丝粉 可能没有那么正宗 更像是改良过的螺丝粉 而且还比别的牌子 贵了三块钱 想吃好吃的素食 可以选肯德基 想吃正宗螺丝粉的 还是得看看别的 第三的萝卜王 其实小料就非常好吃 酸笋闻起来也足够有味 花生和腐竹也是让人欲罢不论 结果由于汤料味不够浓 总体味道就有点拉垮 排名第四的女子漆 其实汤料还是蛮香的 但是辣味和酸笋闻起来的臭味 都很不足 味道平平淡淡中规中矩 可能是为了照顾各地人的口味 做了改良 适应不同的口味人群 第一次是螺丝粉怕臭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吃惯了螺丝粉 或者爱吃辣的 可能就觉得不够味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本次排名只能排到第四个原因 而柳江人家 虽然说是和李子柒同一个代工厂 但味道还是比李子柒的更淡一些 实在是 就很一般 还有一件事情 在搜索食品卫生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些网友说 在螺丝粉中吃出了虫 甚至是蛆 于是我们去搜索了 他们工厂的过往情况 好欢螺和柳江人家 分别在15年 18年 因为生产经营 简易不合格 食品受到处罚 和霸王在2019年初 食品安全抽检不合格 你们这些商家 能不能好好做点事 做好味道的同时 还是不要忘了 食品的安全卫生问题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哪个品牌的螺丝粉呢 在弹幕中 投出你们心中的 那个螺丝粉冠军吧 再次强调 本期绝对绝对绝对 不含广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什么 想尝试的 想看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私信告诉我们哦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也要记得点赞 收藏 转发 不想当韭菜 踩坑 我们来 这里是韭菜实验室 我们每周一周五更新